第二七題在封閉電路中如附土 下列的敘述何者錯誤 我們曉得所謂的電流方向 就是正電的流動方向 他從正極流到負極 而電子流就是所謂的負電的流動方向 他在導線上從負極流到了正極 而在我們的電池裡面從正極會流到負極 所以我們的選項A跟選項B都是對的 從剛才的說明當中就可以知道 電流的方向跟電子的方向是相反的 所以選項C也是對的 這圖上面是一個串連電路 到處的地方的電流都是一樣 不論是通過電池通過導線 或通過燈泡 他的電流大小都相同 所以選項株是錯的 所以第二七題問我們說 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我們答案選的是株 電荷流動在電阻小的導線中較快 電流較大 在電路大的燈泡中流動較慢 電流較小 請客 消費 消費 谢谢观看